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这球是主动变到了樊振东的正守卫 樊振东反手拧拉出界 到了第一局的关键分 樊振东昨天出任第三单打 面对海南本土的小将 只有15岁的林诗栋 赢得很轻松 但是今天周凯这个对手是实力不错 这个下网之后周凯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漂亮 十一比八 周凯先生得人 一比零领先樊振东 到第二天 打到这个时候呢 对于 漂亮 今天周凯的落点打得很开 看得出来呢 就是樊振东打到现在 毕竟他是从混双单打到现在团体 要打三项 打到现在呢 确实这个状态肯定 刚才我们注意到这一次得分 樊振东其实第一板有一些犹豫 但是刚才的第一板有些犹豫 但是还是选择了一个抢拉 反手第二板呢 又是攻到对方的这个反手位 连续白短 周凯其实今天他这个 搏杀的思想和战术理念呢 贯彻的非常坚决 就有一些看似机会球 或者半出台球 批长 批长之后呢 批长啊 其实就是希望 迅速地进入到 发正手短 好的 漂亮 樊振东我们看到 从这几分来看呢 他也是主动思变 通过发球的变化 有战术的设计 能够将他擅长的这个相持 威风八面的进攻打出来 这样呢不仅呢能够得分更重要的可以鼓舞自己的士气 如执掌 但是队内呢有一些中生代啊 或者一些小将具备很强的冲击力 那么再加上呢 这几名绝对主力又是人在名处 他们作为挑战者呢 这个心里没有压力 没有包袱 乒乓球呢 身处逆境 甚至是濒临绝境 那么这种状况呢 对于 所有的 好球啊 我们看周凯呢 打到这关键分 依然是非常果敢 这就是他没有压力啊 没有包袱的情况 一个擦网球 漂亮 还有 这就是在烈士之下 拼搏 漂亮 这是神来之笔 刚才实际上周凯呢 已经调动了凡震东 但是凡震东呢 凭借他的本能 我们看一下 这板球已经很艰难 但是这个回球的质量 正手短 好的 凡震东呢 我们看到 刚才的回球质量很高 这个回短呢 角度非常刁钻 周凯不必 来一个逆旋转 随着周凯 反手回球下网 那么凡震东啊 可以说这一局啊 是经历了 非常艰难的一局 但是这一局对凡震东 我相信 他把双打放在第一场 第一场呢 双打 用顽强拼搏的精神 拼来了效果 坚持就是胜利 好球 再放高球防守 推到远台 这个投场 早已经被凡震东 算计 完全算好了 还是中路的相持 通过刚才 第二局的逆转 我们看凡震东呢 现在斗志高昂 应该说第二局 是一个转折点 毕竟凡震东的综合 来 看这种急长球啊 实际上就是干净利落 直接进入相持 准手短 刚才 我们看第三板啊 这个是周凯的一个弱点 就是说在发 发抢的 这个阶段啊 发完球之后 第三板的质量 反正都又赢下了第三局 最后两个球 这也是暴露了周凯的 技术上的不足 就是作为发抢段 应该是占据主动 但是发完球之后 对方 接完发球 周凯这边的第三板 质量不高 你这第三板质量不高 的话呢 就容易 凡震东啊 他现在发球呢 逆旋转发球的短球 或者是 长球直接 简单明了的形成相持 连续的白短 凡震东也是推一个长球 这几分周凯呢 大家看这凡震东啊 没场比赛 他这个出汗呢 还是非常多 这个球又被凡震东算到了 今天周凯的这个偷长 没有什么效果 都在反 但同样呢 你的对手 也会有应对之策 就看谁 单板质量更好 谁的变化在先 这又是 凡震东先变 凡震东 反手连续相持之后 凡震东变正手 这个时候我们看 应该是周凯这边 叫了暂停 周凯要注意第三板 你看 就发球之后 他这个第三板 是一个软肋 一般来讲 你发球应该是占据主动 要尽可能的发球抢攻 在对方的这个 回球质量不错的情况下 他这个第三板呢 质量还是不够 看这次怎么样 你看这个第三板 但是呢 其实刚才的第三板呢 也是有些冒高 不过一旦进入到 中远台的相持 像这种失误啊 到了关键分 还是比较受伤 还是过于追求 发球的线路 这样周凯是拿到了 第四局的局点 好的 如果单板质量 好的 这个球啊 就是周凯的发球 刚才呢 也没有完全控制住 又是樊正东的场点 正手位短球 哇 高质量 周凯 拼搏的精神可嘉 而且关键分能豁得出去 处理的不太理想 一般来讲呢 你发球 你有自己的战术设计 应该是占得先机 14比12 最终 樊正东还是艰难地 拿下了第四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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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